我看是应该对澳门的发展 这新的一页 三个四把同层化 我们是大湾区的一分子 我们要攻击湾区 对于澳门来说 这个是很好的重要的机会 深度应该最重要核心 就体现在第一次体制的传心 新平台 新空间 新示范 新高地 横琴与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正式发布 这个2009年成立的国家级新区 再次焕发了勃勃冲击 而一关之隔的澳门 也正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实现产业多元化发展 摸权擦掌 这里是横琴口岸 现在我们去听听澳门的声音 好 欧阳司长你好 那如果让您有一句话来形容 这个悦澳深度合作区的重要性的话 您会怎么说呢 三个是吧 同城化 同城化 说得正好 可以说一直以来呢 澳门和珠海在社会文化民生领域的合作呢 都是非常的密切的 那么这次悦澳深度合作区的落地建设呢 也将会有更多的像跨境医保啊 跨境职业啊 这样的一些创新举措的一些实施 那么澳门接下来在这个社会文化领域会出台 哪些政策来配合这个 欧澳深度合作区的落地建设呢 我们主要出台的一些政策啊 就是一些在医疗方面的 医疗方面跟鼓励我们的那个 在内地居住 有居住证的澳门居民呢 我们提供一些医疗方面的便利吧 好像鼓励他们在内地购买医保 然后在教育方面 我们我相信在恒秦很快就会建立一所 专为澳门的那个子弟建设的学校 他的那个教育的制度呢 是用澳门的教育制度 但是呢那个学校呢就是会建在恒长 所以呢 未来在教育 在医疗 在养老 在这样保险 就是社保方面 都会推出一些更符合澳门居民 在内地 在大湾区 在恒秦 工作生活的一些政策的 其实这些年在医疗方面 澳门和珠海的合作是越来越密切了 像2019年 这个澳门居民的可以在珠海参加医保了 那今年的1月份 这个首批的澳门医生呢 也是入驻了珠海市人民医院的恒秦医院 2月份像珠海的两所医院 与澳门的近湖医院展开了合作 可以说在医疗保障制度 还有这个医疗服务这方面 澳门和珠海的合作 正在变得越来越密切 那么接下来 像医疗领域方面 这些合作还会在哪些领域 有更深入的开展呢 其实澳门也有一个项目吧 就在那个恒秦建设 就是澳门的新街坊 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就是卫生站 这个卫生站呢 其实也是一个 很就是超前的一个构思构想吧 它就是把澳门的卫生中心的一些服务呢 延伸到恒秦 政府出支就是让一些澳门的团体呢 就是在恒秦提供一个医疗的服务 也让澳门的居民可以呢 就是到恒秦呢 在可以进行一些门诊的那个服务 然后以后呢 我相信我们这方面的合作也是越来越好 其实现在我们在医疗方面的合作呢 也是挺多的 比如说我们在传染病方面的合作呀 还有一些重大的公共卫生方面的通报啊 还有一些药品的那个监测等等 现在已经合作得非常之好 截至目前澳门居民在恒秦购置各类物业超万套 七千七百名澳门居民在恒秦办理居住证 澳门新街坊综合民生项目启动建设 建成后预计可为澳门居民提供住宅约4000套 并同步引入澳门教育 医疗 法律服务等民生配套 推动湾区社保通工程 率先为常驻恒秦的澳门居民办理社保参保 在全国范围复制推广 为副澳门务工人员办理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 目前在恒秦公司任职参保的澳门职工超1000人 超10万人次澳门居民在恒秦就医 澳门街坊总会恒秦综合服务中心 累计为秦澳居民提供服务超6万人次 社区长者饭堂政策汇集常驻恒秦的社区长者 接下来恒秦将进一步完善 便利澳门居民就业创业居住的政策 新建一批高水平医院学校和养老服务设施 打造一流公共配套环境和生活环境 让恒秦更适合澳门企业和澳门居民发展和居住 在去年的12月澳门的爱国爱澳教育基地成立了 那接下来我们将通过怎么样的一个国情教育 来实现澳门和珠海澳门和大阪区青少年之间的这种交流呢 回归以来我们跟珠海或者说跟大湾区都有一个很好的合作 比如说我们每一年都举办一些军训营啊 还有一些科技营啊这样 然后我们也会组织一些青少年呢 到内地呢进行一些比赛 科普的科技的比赛啊 还有一些就是体育方面的比赛那个效果都特别好 然后在青年学生这一块呢 我们也会组织青年学生到内地呢进行一些实习啊 这些让他们多了解内地的那个企业的文化 内地的发展让澳门的那个青年少年呢 就是走出澳门到内地多看 也让他们呢就可以多知道内地现在发展的情况 现在内地的国情啊 多进行一些国情的教育 在这个教育还有这个人才的培养这方面呢 澳门和珠海其实这些年的合作正在变得越来越密切 就比如说像澳门的几家重点实验室分别落地在了横琴 比如说这个珠海市人民政府和澳门科技大学合作办学 协议也是刚刚签订 那对于这些的教育成果啊 都已经是这个过去的一些基础了 那么接下来澳洲两地在携手建设一流高校 培育一流人才方面还将会有哪些进展呢 澳门其实除了目前这一方面的工作以外 其实也正在研究怎么样把我们的高等教育呢 就是产业化市场化 这样呢才可以呢鼓励我们的高等教育走出澳门 而且呢也可以更好的更立地的高等院校 还有呢科研的那个机构的有机的结合 这样才可以不断地进步 走进澳门的大街小巷 随处可见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 遍布着欧式与现代风格相结合的建筑物 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 澳门形成了一种以中华文化为主 兼容葡萄牙文化的 具有多元化色彩的共荣文化 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当前恒秦和澳门正全方位系统性多角度地 打造一城多战式精品旅游项目 共创秦澳旅游品牌 同时建立联动协作机制 就秦澳旅游目的地及旅游产品推广 旅游行业规范 旅游市场互动 旅游产品开发等方面展开合作 澳门就是作为一个中西文化交融的一个地方 可以说是有着独特的魅力 那么现在我们经常说大湾区建设 其实大湾区建设不仅仅是经济 还有更多的是文化的交融和发展 那么接下来澳门将会怎么样去携手湾区的其他城市 共同打造一个人文湾区呢 澳门其实有一个很独特的文化的历史 这个文化的历史也是比较吸引人的 而且我们结合大湾区的岭南文化 把澳门的一些文化就是更完整的就表现出来 未来文化产业或者说是建立一个基地 所以这个工作也是我们未来文化方面的发展的方向 除了我刚才说到的要引入一些高端的文化方面的人才 推在院校里面建立一些相关的一些专业 就是文化方面的专业 包括好像是中国文化方面的专业 还有一些举例说一些电影方面的一些专业 来推动澳门的一个高等的教育 然后也推动澳门这一方面的产业的发展 同时其实澳门人少地小 那怎么样可以把这一些文化方面的工作做好 就得跟大湾区结合起来共同的推动 我们才可以做的多元还有做的产业化 刚才您提到了打造文化基地 那这个具体我们怎么去做呢 有没有这方面的计划 先发展推动一个就是澳门中国文化相关的一个产业 然后另一方面就是电影相关的影业相关的一些产业 先从人才培养开始吧 然后另外一步慢慢慢慢结合 大湾区方面的一些人才还有一些基础 我们发展这方面的那个产业 那其实不管是文化建设还是经济发展 最终呢都是要汇集老百姓汇集我们的澳门居民 让澳门居民更加的有获得感 那随着这个澳门跟珠海跟恒秦之间的合作越来越密切 也在有越来越多的澳门居民去到那边去工作和生活 那么对于去到恒秦或者去到珠海去到内地工作和生活的这些澳门居民来讲 你用哪些话想跟他们说呢 一些话吧 做好准备接受这个挑战 澳门居民特别是澳门的青年 他们应该有信心有勇气 跟内地的青年跟内地的企业来竞争 然后我们不断不断的进步 好的谢谢欧阳司长 我们也期待着能够有更多的澳门居民澳门青年 能够到恒秦到珠海 实现他们个人的价值也推动整个大湾区的建设和发展 好再次感谢欧阳司长接受我们的访谈 谢谢